巨大的蝗虫 巨沙中 它们是沙中科中最大的昆虫 在近两一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一点进化 其形体特点一直保持到现在 身体特别长 不包括脚和触脚 体长隔它10厘米 体重在7-80颗之间 是普通蝗虫的50倍 虽然体型方面蝗虫与巨沙中的差距极大 但是在生物学分类上 它们都属于直翅母 血缘关系还是比较近的 只不过普通的蝗虫属于直翅母以下的黄亚母 而巨沙中则属于直翅母以下的长脚亚母 昆虫学家研究发现 巨沙中之所以比普通的蝗虫要大得多 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生活环境导致的 普通的蝗虫生活在大陆 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天敌 而巨沙中仅仅生活在新西兰等孤立的小岛上 由于不用面对天敌的威胁 再加上食物资源非常充足 因此巨沙中活得非常滋润 长途远超普通蝗虫的体型也就不奇怪了 同时巨沙中还十分凶猛 不但可以吓跑老鼠 而且还会咬人 但它们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只会在受到威胁时才会进行防卫 不过它们与普通蝗虫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都会对人类的粮食造成巨大的危害 一只巨沙中就能够轻重地吃掉一整个萝卜 不过轻轻的是 它们繁殖能力非常低 要不然庄稼都得遭殃了 本期的世界之绪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赞分享关注哦